这次过来我发现新加坡不光物价在涨 其实工资也在涨 看他们的基层工作 常见的就是餐馆的工资 三四千新币 换算一下其实也有一万五到两万块 所以很多人选择一个人在外面打工 养活国内的一家老小 也是够的 这种餐厅一般能管吃不管住 昨天我在汇款店遇到一个老大哥 他跟我讲他在这打工了四年 他一直就住在集体宿舍 一个床位一个月是五百多新币 平时吃喝比较节省 但是他每月给国内的家人 寄个一万块左右 他的工友们基本也是这个情况 但是新加坡的招工有一个要求 就是必须要有家属准证或工作签证 他才会要你 但其实只要你有对应的手艺 在这边找到工作后 让这个公司给你办签证也是可以的 但对于基础的工作 像那些小店一般是没有外招名 可以给你办到签证的 所以一般就是有点手艺的 大公司或大厂 可以给你解决这个签证的问题 没有必要非得通过劳务公司 因为劳务公司呢 基本是会从中间卡油的 所以有手艺的工薪阶层 想找工作呢 是可以通过旅行的方式 落地到这边找工作 或者通过各种什么 师承App去找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认识有一些人 他们就是通过劳务公司出来 然后熟悉的这边 再通过自己去找 再跳槽换一个公司 以得到更高的工资 OK就分享这么多嘛 因为我也不是工薪这个圈子 所以只能给大家一点思路和概念 更细节的东西呢 建议大家自己去扒一扒 希望对一些迷茫的人 有一些些的帮助 如果有其他问题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只要我知道的 都会给大家分享 OK下期见 拜拜